要拜人民为师,甘当小学生,甘当小学生 特别要多教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 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 我们党根基在人民,血脉在人民 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始终以百姓心为心 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 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 不要做官当老爷 在这一点上,年轻干部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 而且要终身牢记 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事还是从政干事 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 为了谁,依靠谁的问题 不断追求我将无我,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要拜人民为师,甘当小学生 特别要多教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 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 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 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始终坚守党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及难仇判问题 让群众有更多,更直接,更实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、安全感 幸福感、安全感